题组13 文书处理的应用 第二题 文书处理 首先 开启握摩托档 版面配置 边界 自定边界 上下左右均为三公分 直向列印 确定 插入 叶手 空白三栏 第一栏主考证号码 第二栏考生姓名 第三栏 组号 叶尾 空白三栏 第一栏考试当天日期 第二栏列码 最后栏栏调 字形 中文字形 星系名体 英文字形为 Times New Romance 插入 固件 文字档 抱歉 刚才这边也要改字形 F4 就是刚刚的动作 插入 固件 文字档 并记前进用档案 题组13 属性改为所有档案 TXT档 插入 必须有段落符号 因此 请字号 在每个段落前面插入两个请字号 123 这边 各输入一个 Button 常用 取代 输入 空白键 再输入 请字号 空白键 确定 第一行标题 我打文字 考试时考生 英字形输入 在这里 节省时间跳过 接着 乘选 自行 新线名体 Area 大小12 段落 左右带齐 第一行为一两字元 固定行高18点 确定 接着 取代 将 半形刮糊 改为全形刮糊 全部取代 和 DSS 摆为大写的 DSS 全部取代 更改 接着 第一行标题 开始更改 三条前面的空白 大小为16点字 至终 斜体 须在往底 框线底往底 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往底颜色 只要看清楚就好了 由于要和题本相差一点 要变成大格一点 段落 改回 单间航距 第一段 斜体 第二段 框线 广笔 第三段 等一下 插入图片 第四段 补打文字 自行改为标凯体 第五段 一二三的部分 组缩牌 两字元 粗牌两字元 接着 插入图片 第三段的地方 插入图片 紧急减定用档案 几度 十三 首先 自动换行改为局形 接着 高度 高度 四列 七个中文字 宽 不需加外框 离左侧文字 约十四个中文字 可以 参考 题 上的 将 左右 比文字距离改为1.2 让它近一点 中文字 接着 在这里插入一个表格 一行 两行 三列 对齐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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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着 拨 将它拉过去 但是这里 要跟它反方向拉 這樣等一下垂直的時候 才不會變成方向相反 全選 兩邊配置垂直 但上面這兩邊並沒有因此改回水平 全選 表格內容 至中 喊對情儲存格至中 這邊須有網笛 匡線及網笛 匡線及網笛 全部檢查一遍 頁手 標題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圖片 表格 第五段 第六段 頁尾 確定沒有錯誤以後 儲存檔案 儲存檔案 一樣儲存自己測試在鍋底下 檔名為 考生姓名 綠號 儲存 這樣就完成了 按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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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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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